17日电影《控制》在今举行首映里 中处昌起起亮相 在剧中饰演吴燕祖前女友的姚晨 和饰演现女友的安苡萱 同场自然火花四溅 两人瞬间就开始猛烈表白 展开夺人大战 一个不可抗拒的男友 就是即便我们分了 哪怕落干年以后回来 依然是不可抗拒她的魅力 做她女朋友都很担心 她在办公室就是所有人都不可抗拒 所有人都要这样扒上去 能够坐拥两位美女 毅然厌服不浅 还能让两人都对自己不可抗拒 真是魅力不可挡 吴燕祖自曝在剧中 与姚晨 安苡萱都有激情戏份 不过与姚晨的激情戏 却有所删减 让两位当事人都非常遗憾 两人只是遗憾而已 但我们摇大嘴的先生曹玉 可就是非常的不开心 加郁闷了 拍的时候那天她其实也在 但是那个我很早就催她回去了 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有点尴尬 那天我拍这一戏 我跟她实现说 最有趣的是 我跟曹老师很聊的 我很喜欢她 所以天天在线上 我跟她聊天 那天突然消失了 她哪儿了 对啊 我们要拍这两戏 最有意思的是 我跟我们家先生说 你知道吗 我们那场激情戏后来 好像听说剪得剩得很少一点点 我先生想了一会默默地说 那为什么还要拍那么久 同事新爸新妈的姚晨 吴彦祖现场贴面了不停 恢复单身的安苡萱 则和男生逢得轮了得火热 现场自亏 现实中没有男生的安苡萱 看来是在抓紧机会 为自己圆梦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咱们 有了 咱们 coment 中钱 听说 参奇 估 not